流浪猫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生,每天从小区走过都能看到很多流浪猫。 很多爱猫人士会给它们喂食,做流浪猫窝来帮助它们。 在山东济南,一位七群老人一直热心收养流浪猫,退休金基本全都花在了这些猫咪身上。 它还为每只猫咪取了属于自己的名字。 这位老人名叫张萍,27年来,它收养了超过600只猫咪,三花猫,五斑猫。 5月26日,记者在位于济南市长青区张萍的家中看到,一只只颜色各异的猫咪一动不动地盯着张萍手里的食物,等待主人为它们准备的鸡肉大餐。 张萍告诉记者,它从1993年开始陆陆续续收养各种流浪猫,收养这些流浪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给它们一个家。 1993年,第一只是从这个位置,搁了一只小猫,很累的这只小猫,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可狼,可狼,为什么说叫可狼的,长得很可怜的。 从这一只小猫,慢慢地这个天气,冷一把热一把,一直比一直多,一直比一直多,就知道我是爱这个弟弟。 楼道内,单元楼门口,自家院子,张萍所收养的猫咪在这些地方随处可见。 现阶段,张萍共喂养了60多只猫咪,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些猫咪,他专门租了三个储藏室来放置猫咪的粮食和被褥。 张萍是这些猫咪如自己子女,怕猫咪冬天时会冷,亲手制作了千语张被褥给它们。 张萍说,给它们的吃食用品都是最好的,光猫粮就需要不少花费。 这一个火腿肠多钱,咱不过就是为了多,劈下来的,那个毛粮这么贵,不便宜就快五一斤。 这一斤,这一袋子一共是40斤,这一个月下来,四千块钱达不到。 这些还不吃,都是买的最好的,面包,最好的,你看肉味的包子,它刚调那点肉吃。 27年如一日,自收养了第一只流浪猫开始,张萍这一生便与猫咪结缘。 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,开始一天的养猫工作,打扫猫室,清洗地面,投为猫粮。 一天下来,属于张萍自己的时间很少,有时为了照顾猫咪两三点钟才睡觉。 我看到这小流浪猫这么漂泊,人家有这么一首歌,我都有的时候唱。 我一生一世,此该随着我,此该随着我,我全要守在小猫,小流浪狗的身边,直到永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